春节期间中国女篮最新赛事关赛指南 一个视频带你全部搞清楚 北京时间2024年2月8日至11日 中国女篮将在西安开启为期四天的奥运资格赛征程 中国队和新西兰 法国 波多黎各同分在一个小组 法国队是巴黎奥运会的东道组已提前获得参赛资格 因此我们这个小组的情况就是中国女篮与新西兰队 波多黎各队三真二 换句话说只要能赢下一场球基本可以确保奥运会参赛资格 对于中国队来讲压力并不是很大 奥运资格赛正值农历春节期间 相信姑娘们一定能用一场场胜利给全国球迷送上新春祝福 最后来说一下赛程 那月29晚上7点中国女篮对阵新西兰队 大年初一下午4点半中国女篮对阵法国 大年初二晚上7点中国女篮迎战波多黎各 央视体育频道肯定会全程直播 到时候咱们一起为姑娘们加油